金正日曾经不顾年龄差距 深深爱上了已经有家有孩子的陈慧林 并且对他们的儿子金正南也是宠爱有家 那么为何如此宠爱的母子二人的命运却是悲惨的呢 甚至金正南的儿子金汉松至今还在海外漂泊 没能回到朝鲜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陈慧林的悲惨命运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 谢谢 第一张二人相遇 其实谈起陈慧林和金正日的相遇 也算是一种美丽的邂逅和跨年龄的爱情 因为当时陈慧林已经32岁 并且还有孩子了 而金正日当时是26岁还单身 不管在年龄上还是在出身上 都显得特别不般配 陈慧林人家这个时候已经有家有孩子了 那么这个陈慧林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他怎么能和金正日就是有相遇呢 其实这个陈慧林是在自己家里面排行老二的 当时中学是在首尔的凤文女子中学就读的 不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小小的陈慧林就随着他父母逃离到北半部 也就是说现在的朝鲜 来到平壤以后又在平壤艺术学院上学了 毕业那间当时19岁的陈慧林就嫁给了当时朝鲜作家 同盟委员长这个著名作家 李其勇这个大儿子叫李平为奇 婚后不久陈慧林就与这个李平之间有了这个孩子 其实不甘于平壤的陈慧林在婚后又考入了戏剧电影大学 当时他演出的一个叫分界县村庄为处女座 并逐渐成为朝鲜最出色的女演员 由于陈慧林婚后上这个大学 走向电影这个道路 这也是为金正日相遇买下了伏笔 当时26岁的金正日是非常喜欢看电影了 当时的陈慧林是小有名气 但是在这个金正日这个演奏 陈慧林完全就是啥 理想型的美女了 而且年幼丧母的金正日 似乎从彼此几年长的陈慧林身上 感受到了类似于母爱 母爱这种感觉 再加上陈慧林能够与金正日彻夜长谈 电影专业知识 也应该是金正日为之清晴的原因 可以说陈慧林在拍完电影 叫做一个自卫团命运的时候 就与李平正式离婚了 自从1968年开始 陈慧林再就没有出演过任何的一部电影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开始与金正日谈恋爱了 1969年开始他们就同居了 1970年陈慧林就怀孕了 就搬到了金正的官邸 1970年的时候 金正男就是秘密出生了 其实金正日和陈慧林本身交往就是一个秘密 生死更是秘密当中的秘密 要不怎么说金正日与陈慧林算得上是真爱了 当时金正日仍然是冒着与有夫之父同居这个骂名 将陈慧林招致自己的官邸居住 可见金正日对陈慧林的喜欢有多深 以上的篇章就是关于二人相遇的一个故事 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章 就是初为人父母的一种喜悦 金正日与陈慧林生下的儿子 当时取名叫做金正男 初为人父的金正日自然非常非常高兴 其实金正日也是普通人 也像有孩子了 第一时间用通知父母亲朋好友好子来分享这本喜悦 但是当时金日成是不同意陈慧林和他儿子在一起的 所以说金正日有儿子的喜讯 也不敢向金日成报这份喜 当时的金正日就乐点跑到了陈慧林 那个娘家去报喜 分享这份喜悦 这个时候的陈慧林还算得上是短暂的幸福的女人 虽然说不是第一个孩子了 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是不一样 这是为了和金正日的爱情才生下这个孩子 而作为金正日来讲 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孩子 而且还是大胖小吧 所以说金正日特别特别开心 经常抱着金正男爱不失手了 有时间的话还哄他大儿子睡觉 可以说把出当人父这种喜悦表现得厉厉精致 小时候的金正男长得也很可爱 童年的他也得到了父亲的宠爱 但是喜悦毕竟是短暂的 由于金日成极力反对 而此时的金日成把一个严负的形象发挥的厉厉精致 说啥也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和陈慧林在一起 有人会说了 金日成那是国家领导 他不应该管这些事 其实我也是为人父母的 这个可以理解 都是嘴上说婚姻自由 你爱跟谁住就跟谁住 我那不反对 但是没到身上 是不是 粉丝朋友们 我就要问你一句 到时候你儿子领回一个二户的女人 还带个孩子 估计情况你也蒙全 对不对 你也一向反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非常理解当时金日成的一个做法和想法的 但是金日成这种做法也直接导致了 陈慧林和金正男母子悲惨命运的发生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下一章 就是第三章 陈慧林母子的悲剧 刚刚提到 由于金日成坚决反对 金正日也遵守了父亲的意见 没有娶陈慧林为妻 当时金正日在他父亲金日成催促下 在1974年就与金英吉结婚了 刚刚我第一章也说了 金正日和陈慧林那可是真爱 据说金正日也对陈慧林和金正男的事情 非常苦恼 非常闹心 这不娶不到人家 辜负人家了 后来金正日的妹妹就是金正姬 得知消息以后 向陈慧林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才把这个事情解决 当时这个金正姬是这么说的一段话 姐姐 你比我哥哥年长也是结果婚有孩子的女人 正男的我会抚养成人 就离开这里吧 今后的生活我们会给你保障 其实金正姬的这一段话 但是却给了程惠林 精致犯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因为是不被承认 没有安全感 孩子还不知道啥时候就被人夺走 在这个双重打击的情况下 程惠林开始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精神脆弱 睡不着觉 神经症等等 多方面疾病 健康极度恶化 最终在1974年开始 程惠林就是前往莫斯科接受这个疗养了 来到莫斯科这个程惠林 举目无勤 而且还是那种不能公开自己身份的情况下 虽然说生活吃喝不愁 但是莫斯科是没有亲人的陪伴的 没有闺蜜聊天和逛街 是不是 并且他们说的话还是俄语 语言不同 这可不是治疗抑郁症 这是加重抑郁症 那么作为程惠林的家人 其实也是没有啥办法的 只能打打长途电话 当然这个长途电话 还在是朝鲜政府批准以后 才能打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从70年代后期开始 程惠林的病情是严重恶化 每天晚上都吃了很多的药物 才能勉强入睡 有时候根本就是修上药 不幸的是 在2002年 程惠林在莫斯科失事了 大家想想 在遥远的莫斯科 在他死后 是没人给他操办这些丧礼 没人送他一副好棺材 他就这样的被草草的暗葬了 走完了他一生也结束了这段悲惨 并伴有风花雪月的一生 那么他的儿子金正男后来又是谁 刚刚也说了 由于他爷爷金日成不承认孙子 最后金正男被金正日送到了瑞士留学去了 在小小的金正男生活当中 他的姨妈陪伴他很久 而他的姨妈一子一女 也是他最好的晚伴 童年也过得是非常不快乐 是不是 没有父母的陪伴 大家根本都不知道金正男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直到金正男爷爷去世以后 金正日才把他身份公开 并且出于对母子的一种亏欠这种心理 有意就培养他作为接班人 这本来是金正男奋发图强的大好时机 但是没有把握住 最后导致了金正男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 而且他悲惨命运又延伸到了他的儿子身上 他的儿子叫做金韩松 也像他小时候一样 过着隐藏隐秘的生活 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爷爷 其实作为金正男还好一些 毕竟当时金正日非常疼爱 但是金韩松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金正男突然离世 金韩松没有人再去关注他的 据说当时金韩松已经考上了美国牛津大学 由于多方面考虑 最终还放弃了牛津大学学业 没有去学校报道 从陈慧玲开始再到金正男 再从金正男再到金韩松 这三代人的悲惨命运就是这么形成的 那么这一切又是谁的错呢 以上就是关于陈慧玲的全部 视频完整理于网络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